哈喽朋友们 这是我的第一个Vlog 给大家看看我的猫 还有周末两天一些吃吃玩玩的东西 挖掘北京一些好吃的餐厅 咖啡店 好看的展览给大家 北京新开的一家快闪店 跟法国时装品牌Army合作 拍了好多照片 很漂亮 一层还原了巴黎鸡脚咖啡厅的感觉 所有的杯子都印上了Army的小logo 想起了前些年去巴黎那种 轻松慢节奏的生活 我要看我的Army咖啡 Love Paris and Love Army 城市和品牌一样 他们都在传达 是不需要特意吸睛 而是低调中的耐看 这家上海菜一般 就这个红葱头遮排骨还不错 下午的活动就是公园闲逛 这是借着两根树叉的造型花的一条龙 没想到看到一家咖啡开在公园里 很自然系的风格 哦我好喜欢它的装修 I really like it Simple but funny 你们看这个小杯子好可爱 这家店卖咖啡和酒 哇后来发现这里拍照好好看 很喜欢它自然系的装修 各种小细节透露着精致 推开后门还有一个白色系的活动区域 超级出片 夏天还能仰头看星空 环境好 咖啡也好 很推荐朋友们来看看哦 开心聊摘三声 是之前定的一个沉浸式话剧 从前有个沉浸走在路上 迎面来了个小独 小独对沉浸说 你去死吧 然后沉浸就去死吧 为什么 因为 居让沉死 沉不得不死 我叫胡总 爹你好 爹就认识你 我梦军里 本店同色无期 专门各路姑魂怨鬼 达到极致的投胎体验 现在各大套餐均有优惠 我也是商量商量 没商量 我不同意 若要告发你 我又何必跑回来通风报信 看完话局出来 我去买明天的早餐 这是一家颜值很高的面包店 Let's bake 店内就是很复古的装修 还有多达上百种的面包和蛋糕 菜单都做得很漂亮 好多块 这也是卖的最好的块 要一个这个吧 明日猪给自己买了一个夜宵 最近很火的煮奶茶 真的放了好多配料 晚上喝这么一杯暖暖的好睡觉 早鸭姨们 把昨天买的蛋糕吃掉 出门去姐姐家做个午饭 这样唱了 我把昨天买的奖势 有点不喝 在这个买的吃饭 我自己多喝 我自己多喝 拉开 也不喝 我自己多喝 许多喝 刺激 我自己多喝 我自己多喝 受邀来一个艺术中心 看一个他们新作的展览 老板说很紧张 我是第一批观众 不知道这个模式 大家能不能接受 因为沉浸时的表演 不让拍照和录像 我就放一些之前有过的展览照片给大家看 体验很不错 预祝他们大败 冬天的绝配肯定是火锅 所以最后吃一顿火锅 收尾了 开启下周的工作 最后会多多跟大家分享 吃到的美食 看过的展览 去探过的有趣的店 还有怎么在日常里 判出好看的照片 so if you like that follow me bye bye